此生不复为人愿,悲坐航船这座藩,若人时的心中宝,千年显露一日团。这样充满智慧与力量的其言诗,出自财真望母的出家日记。财真望母,原名马莹,一个毕业于青岛大学的济南姑娘。 2009年,马莹开始修行,2012年10月剃度,法号,财真望母,在四川省甘孜新隆东市寺,海拔4200米的雪域高远,开始了倾苦而充实的修行生活。 大二时,马莹决定开始修行。大学毕业一年后,在2012年马莹决定正式剃度,从此进入佛学院,马莹说,很多人佩服我出家的勇气,我常回复说,就像有了金字自然扔掉贼铁一样,根本不需要任何勇气。 当我们逐渐进入佛法,通过学习、观察、实践,你会发现佛法具具真理,并真切臣服于佛法广播无边的智慧,那时,做出这个决定一点都不难。 他说,我特别想劝孩子们,与其耗尽一切代价往外争抢,不如本分守住内心的光亮,一个人如果能做到知足少欲,善良俱德,平淡真诚地过完一生,并努力帮助他人,内心应该会富足安乐,此时,你不只是一个事业成功者,更是一个生活成功者。 如今,已是马赢辟度以来的第五个年头,在四川甘兹西龙东使寺内,马赢如愿过着辛苦却快乐的生活。 财真望母,是他出家后发明的藏文音译,翻译过来是持寿自责母,是辟度那天大恩上师取的,上师会根据每个人的特质取不同的名字,出家前做居士时的发明是慈成卓巴,实践百度母之义。